所以我要先介绍的是DNA的复制 上次提过DNA复制的半保留 那我们稍微提一下DNA复制半保留的那一个实验 我们实验还没有讲 DNA复制的半保留的形式 他是经过一个实验出来 然后最后不知道他是对的 所以STAR跟Menderson他们做出来了 DNA半保留的复制形式 Menderson 半保留复制形式 月桃考 90c 目习机身第五第六章 看不完喔 看不完很简单 简单 很简单 从炒到十一第四 其实你表现你蛋白质的二层正在介绍 所以今天跟礼拜一我们就可以交往 不完吗 怎么就交往 半保留复制的方式 其实这是在华生跟克里克他们做出 DNA的立体模型以后就提出来 同时在这个时间点 被提出来的其他的一些DNA复制的理论 所以DNA的复制理论其实一开始有三种 三种理论 一种是所谓的全保留 一种是所谓的全保留 上次如果你还记得 那个模拟考的题目里头 它有一个普及次描述 描述的 模拟两可 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而DNA复制的时候可以得到双骨是全新的DNA 那先讲我们就是全保留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半保留 以及 其他的一种复制的方式 称它为 三字的复制理论 这三个都是复制的理论 假设我用红色代表 旧的DNA 这是清代的DNA 清代DNA是一个双骨的DNA 双骨DNA 这样子的清代DNA让它去进行复制 复制以后的细胞 当然可能是细菌可能是真核细胞 它会得到两颗细胞 这两个细胞 DNA会是所谓的全保留的时候 其中一个细胞拿到DNA是 两条都是原本旧的 我可以凭空 我可以凭空 针对 根据那个旧的合成出一个 新的DNA 新的DNA 双骨都是 新的 另外一个细胞拿到的双骨都是旧的 如果半保留的复制形式的话 它描述的方法是 这一个细胞 它旧的双骨会分开 变成两条单骨 但是根据这两条单骨的DNA 我去合成新的DNA 所以得到的DNA都会有 一骨是旧的 一骨是新的 所谓的三字的理论是 我把DNA随便切断 我把DNA随便的分散 分散了以后 缺的那一部分合成新的 有的部分就用旧的 所以它的DNA会变成这样子 有一些地方是旧的 有一些地方是新的 所以这是所谓的三字的理论 当然如果让它继续复制下去 让它继续复制下去 得到第二子弹 这一边全保留 全保留的那一个 旧的 最开始的旧的 还是旧的 新的这一个 然后根据它们 在各合成出 一条 双骨DNA 所以 这是全保留的复制方式 半保留的复制方式 这两条DNA 一样它们要分开来 左手边这条DNA 它分出一条是旧的 一条是上一次合成的 然后右手边这条 也是一样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根据那一条单骨 再合成出 推成对的单骨出来 所以我会得到四条DNA 其中有两个 双骨DNA 它上面一半就一半性 上次的理由 继续把DNA切了 所以 原先拿到 四分之一 原先拿到这样的四分之一 原先拿到这样子 剩下的会是新的 所以它会得到 这样的 所以它得到DNA 四分之一是旧的 四分之三是新的 而这样子的理论 我该如何去证实 这样的理论如何去证实 后面以后有介绍这样子去证实他的人 DNA的故事 Style method 那个名字到目前还没考过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在指考之前 稍微自己做整理一下 实验 人命 跟那个实验的目的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 但如果你需要 证实的话 那 没 我们在这里 我就不写他的名字了 他那时候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他先把 实验的对象是大肠杆菌 把他大肠杆菌 仰在培养机里头 里面的培养机 用的都是 蛋十四的培养机 他是用 绿化 氨 这样子的东西 当作他的培养机 其中只要有用到蛋 都是利用蛋十四的蛋 所以那里面的 蛋十四 蛋十四是放射线吗 以前很烂的一个 考试 我看过 某一间学校 我忘记是凤中 还是熊中 还是熊女子 然后他很邪恶 他说 放给 给细菌放射线的 蛋十四 然后他就知道出来 一股是具有放射线的 一股是也有放射线的 结果 如果错的地方是在 蛋十四能放射线 那种情况实在是 太邪恶了 所以在这里面 让他养很多蛋 让大肠杆菌在里面活 非常多蛋 因为我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是 这里面的大肠杆菌 它的DNA都是用 蛋十四的做出来的 不是 不是蛋十四 是蛋十五 蛋十五的DNA 你吃了 所以它一开始 永远是蛋十五的肺氧菌 所以一开始的DNA 通通都是蛋十五的DNA 所有的双骨都是蛋十五的DNA 所以如果我把这样子的DNA分离出来 它就会被我们称为 蛋十五蛋十五DNA 因为它双骨都是这样子的DNA 即便把它去换到另外一个新的培养机 我把这些大肠杆菌移植到另外一个新的培养机 这新的培养机用的是 蛋十四的培养机 所以在这里面生长的时候 大肠杆菌每三十分钟分裂一次 所以我把那些细菌移过来了以后 三十分钟 我就把一些细胞移出来 移出来把那些细胞打破 把它的DNA分离出来 然后去看它的DNA DNA的重量是怎样 所以理论上我得到的DNA 如果照理论上面 我的辣DNA如果与繁保留的复制形式 我的辣DNA应该是这样子的DNA 所以我会得到一条 蛋十五 蛋十四的DNA 我会得到这样子 你所有DNA都会是这样子 然后我让它在产生第二代 这一根青代 在F1子带 我再让它分裂 出F2子带 一样 维持在蛋十四的培养机里 所以我这里一样是用蛋十四的培养机 那这时候 我得到DNA 如果依照蛋保留的复制形式 我应该可以得到 这两种DNA 我会有 蛋十五、蛋十四的DNA 我也会有蛋十四、蛋十四的DNA 不管我让它生下 几代 永远都会有蛋十五、蛋十四 也永远一定都会有蛋十四、蛋十四 而这些DNA 我该如何区分他们 这些DNA我该如何区分他们 这时候 那些科学家做出来的 他是利用一个 所谓的超高速离心机 把细菌的细胞打破了以后 把它放到离心机上面 这样的离心机 它的离心管 其实是没有固定的 它的离心管会随着转速然后转开 所以 当它静止的时候 当它快速旋转的时候 离心机转得很快 然后 那些试管 会因为离心而甩成 像旁边 在这样的试管里头 在这样的试管里头 我们会放进去的是放绿化色 绿化色有固定的密度 所以 当我把DNA放在上头的时候 当我把细菌打破 把他们的DNA放在上头 一开始的DNA放在上头 我去进行离心 离心以后那些DNA 就会依照它的密度 跑到特定的位置 所以 我可以根据这样子 离心了以后 离心了以后 那些DNA 会出现在 特定的 区域 它移动到特定的位置 然后我去比较 它们直接密度的变化 它会因为它的重量 因为它的密度 而跑到特定的位置 所以 当初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它们把蛋食物 蛋食物的细菌 把它DNA拿来 做离心 离心了以后 蛋食物 蛋食物的DNA很重 所以它的位置会在很下方 它位置在很下方 那 后来它们把蛋食事物培养 一代以后 这DNA拿来做实验 做实验的结果 分离出来的DNA 分离出来的 这是结果 它分离到的DNA 有两种密 对不起 这一种密度 这是实验结果 这是它实验的结果 只有一种密度 这代表 谁的 理论错了 只有一种密度 这代表 谁的 理论错了 谁的 理论错了 这代表谁的理论错了 所以 只要做三十分钟以后 然后把那一只 那些细菌的DNA 分离出来 去做离心 离心完我发现 它只有一种密度 所以它就错了 它一开始 很早就错了 因为 我的DNA 经过第一次的 复制以后 只有一种密度 白肚子弹的DNA 拿来做离心 同样的方式 拿来做离心 结果 它发现 它有 两种密度 所以 谁的又错了 不许有两种密度 谁的又错了 善知人理就又错了 因为善知人理论 永远都 只有一种密度的DNA 一开始 弹十五弹十五很重 接下来一半 所以 经过第一次 它还对了 可是 拿第二子弹 拿来做实验的时候 对善知人理论 它应该还是一样 只有一种密度 它的密度是 四分之一的弹十五 四分之三的弹十四 所以它应该 只有一种密度 但是实验的结果 会是这样 现在 M1 跟副子弹 会有这样子的差异 所以 如果今天我同时把所有 弹十五弹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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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DNA 拿出来的话 它在试管里头的位置会是这样子的 最底下的这个是弹十五弹十五DNA的重量 中间是弹十五弹十四 上方是弹十四弹十四 所以得到的实验结果 得到实验结果 我把轻带 的DNA 拿来做离心的时候 我得到的DNA 只有一种密度 我拿第一次代的DNA 来做离心的时候 我得到的 只有一种 弹十五弹十四的DNA 我拿第二次代来做实验的时候 我有两种密度 一种是弹十四弹十四 一种是弹十四弹十四的DNA 我养第三代呢 我如果养第三十代 F3 可是你们要直接跳F4 花丝是人家 F4是flower form 哇 我已经都睡了 F3它会有 这一个 也会有 乱十四乱十四 但是 会有什么关系 哪一种的DNA DNA 会痒比较多 大概十四 大概十四都会比较多 它会是 几倍的残 因为有一些很烂的 屏幕一直都存在 有一些很烂的屏幕一直都存在 假设今天当初我从原本的 但是我培养机里头 撈出一百只细菌 可以吗 这一百只细菌 我把他移到 蛋十四培养机 假设这一百只细菌全部都不会死 养了一千代以后 请问有几只细菌 他体内的DNA 含有蛋十五的DNA 我今天从蛋十四培养机里头捞出一百只细菌 移到蛋十四培养机里头去养 养了一百代 请问问我有几只细菌 它的DNA里头有蛋十五的DNA 两百 为什么 从这里来看 原本一只 有蛋十五的DNA 后来变成两只 虽然他拥有的是蛋十四 但是他有蛋十五 然后再复制呢 还是两只 再复制 永远会有两只 所以一只 以后永远会有两只 然后 接下来 其他通通都会是 之前 指考里头 可能有考过的题目 他会说 蛋十五蛋十四的DNA 在所有 DNA的 个体 或是战术的DNA量的百分之多上 是因为我可以查到什么 一般医药检查 十四A卷 课外学习 如本 第二课 第十 两课 好 因为听过很烂 你看那原因是 不管我怎么复制 我养了DN蛋 我养了DN蛋 我的 细菌的DNA 还有蛋十五的DNA 永远都是 二 底下的呢 第一代的时候 它就会是 DNA总量是二的 一次 第二代二的二次 所以它跟N有关 所以 蛋十四蛋十五DNA的细菌 占全部细菌的百分比的 多少 就是 二次N-1分之一 所以这是 蛋十五DNA 的个体 占全部的多少 蛋十一是多少 就是一个 蛋十五菌的题目